晚安你好 歡迎收看10月3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烏凱文 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觀音路段 有三名重機騎士占據了內外兩車道 其中的一名重機女騎士她還跳狗LAM 將近25秒的畫面曝光之後 引發了網友熱議 痛批這種行為真的是非常危險 而且害人害警 警方依據的畫面將約談當事人 道案說明除了依法開罰之外 也將一公共危險罪含送地檢署偵辦 長通的喇叭聲提醒前方這位重機騎士讓道 但他似乎充耳不聞 一旁同行的友人 還分別騎到後方跟右側幫忙護航 靠近一看才發覺這名騎士 竟在高速行徑中 喬狗LAM狂飆 換個角度 這宛如特技的喬狗LAM飆車 騎了將近25秒 最後才放下前輪乖乖騎車 但這危險行徑讓後方駕駛 嚇得趕緊跨車道加速超車 事發地點在台61西濱觀音路段 1號上午10點多 民眾開車行徑這裡 發現騎紅牌重機女騎士 在車道上上演KAL狗LAM特技 把畫面PO上網引發熱議 在快速道路上單輪狂飆 民眾直呼太誇張 網友也痛批 這種警方不積極偵辦 就太說不過去了 這種危險駕駛 要直接的吊扣駕照才行 女騎士的身份也被網友棄底 原本臉書封面 放的KAL狗LAM照片也緊急撤下 但已經引起警方關注 公知車主道案說 第一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同時也觸犯公共危險罪 還好沒發生意外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林祝祥桃桃園報導 中堂